因为辣椒呢,它的种子会很辣的 所以无论这个新鲜的辣椒 还是干的辣椒呢,我们都要把种子拿出来 另外这个干的辣椒呢,我们需要准备大概十个 用温水泡蒸五分钟 等一下把种子也拿出来,要干水 但是要放出来了,要晾 Rama冷藏 它的颜色会连在手里面洗不掉的黄色 所以我们就要戴着一个手套来去做这个网尖 关那个皮 把皮刮干净了 这个就是黄胶 你看这个手啊 脂肪就是要戴着手套 刀都黄黄 所以我们这样子放出汤 刚才我忘记了所以有一点点黄色 我们还需要一点的盛的皮 这个橙我们洗干净 一块拿就够了 就顺便切一下再来吃 经过一轮的努力就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 这里的干纳椒大概12个 用温水蒸5分钟之后把种子拿掉晾干水 那红纳椒呢也是大概10个 洗干净把种子去掉 还有一些蒜 那这个做carry具呢小不了的 这个鸡 我呢就买那个小鸡腿跟机器盘来做 就容易熟啊 那我加了还有两个洋葱 半个橙皮 新鲜的橙皮 还有加了两个土豆 那我们需要一些cheese 还有呢就是coconut milk 那我最后呢可以加一点这种呢 日本的新鲜100个巴仙的柚子 它的味道呢就会更清香 调味品呢我们有加点盐啊 糖啊这些 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煮 把他放出来 小心啊 哎呦天呐 把他放出来 好 好